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巴巴巴 我不怕你了 你从来也没怕过 我有什么问题 我叫问你 尽量问吧 家里反对 不是三两三不敢上伪中节目 家里反对你 对 没办法了 这是反对 听说最近这两天你们要去吃烤肉 这个女儿不让你去 说因为已经有水腹在身边了 对不对 昨天嘛 昨天中午 因为昨天刚好上午有行程 下午晚上都有行程 就是中午没行程 那通常我们礼拜天都是请长辈一起聚餐 对对对 我岳母聚餐 他们早就订好了老干杯 他去吃烤肉嘛 烤肉很好吃 我女儿就说 我女儿没有直接跟我讲 透过我太太跟我讲 你女儿说 你不用去了 不要去 要水腹 你不用去了 因为你是维安人员了 什么太麻烦 对对对 而且你去 很多人一定要跟你打招呼 麻烦 那么你整个大家怎么吃什么饭呢 我岳母已经97岁了 烦死了 对啊 所以岳母说岳母还微微战战说 要收身吗 他倒不 他身体好得很 我就很失笑 我刚才要访问你 我就到你办公室附近 我说 赵先生走 然后要收身 我问你最后 最后很客气 说不要 不需要 然后那个 后来梁梁就说 我给你煮了饺 吃几个饺子 吃饺子 不用出去的这样 你这个决定的很快 因为23号是这个军约大戏 对对对 24号早上中场会完之后 你就去中场会了 丁书记你知道了 对不对 当然当然当然 我知道你的那个 因为你跟那个 会有机当然 因为你弟弟的关系 有点私交 你电上讲过了 你当时决定的心情 跟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我真的以为 他们可以合 蓝白可以合 后来你有希望 那个后有机 再打电话给柯文哲 对对对 那是你决定之后 和决定之前 已经决定了 因为对后来讲 他也很为难了 他事先又不能去 邀请副总统 后选人 因为这样 柯文哲罗知道说 那你 你怎么样 你请到别人 你还来跟我合什么呢 不是 本来就是你这一个人选吗 如果不合的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别人 不过 据实回答 我应该是他主要人选了 他也许问过 一两个女生 我不知道 那 因为推荐人很多 党部也有推荐人 了解 朱立伦也有推荐人 他当然就跟我讲说 情况是这样 对不对 那希望 我跟他一起 一起选 那我就 讲我就说 我还是希望你合 因为蓝白盒在什么 这算数 总是机会大一点 当然 分别选 很辛苦了 他也知道 所以他一直很努力 一只 今天有记者问我说 柯文哲说 是国民党设局害他 我说没有 国民党拿设局 国民党希望合作都来不及 怎么会设你局呢 但是一直等 他 24号那天 大家看到 那三个人在那边 本来以为 没问题了 两年还到庙里求个签 上上签 就说刘关章 三个人 谁上签 谁去庙里求个签 我太太 他去庙里求个签 就这三个人能不能合 求出来是上上签 就说这刘关章 如果合的话 其力断金 可是庙里可能讲 刘关章不是那三个 现在看起来不是 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 搞不好什么 这个猴罩什么 对 当时他认为是刘关章 以为是那三个 OK 那觉得说成了 就说这样 我们都希望他们合 对 结果谁知道呢 那到25号 25号就是 最后一天登 不对 24号最后一天登记 对 24号最后一天登记 我两点是23号那天去求的 24号那天登记到早上六点多 侯友跟我讲他打电话给可文哲 希望那可文哲没接 没接电话 那我说再打 再打 国民党是11点开中产会要提名我 10点4550还打 还是没接 还是没接 那就表示不肯接你电话 那没办法 只好我其实是优比的 我其实是备胎 副总统是备位 我是备胎 我不是主要考虑人 对 你以前还真的有想过选党主席 选总统 对不对 国民党选总统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变副总统 对 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了 对 不过这个事情就有一点状态了 就是说 你们两个怎么分工呢 因为你在媒体界这么久了 你其实已经有快25年 没有自己上台 为自己 为自己的团队什么动算 没有这样子过 对不对 然后你都在媒体界 媒体界你当然对议题的了解 不管国际 或各种议题了解比较多 那后有一只盲视镇 对不对 一直在盲视镇 两个人忙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对很多议题你比较熟悉 比较守整 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很多事情 我看你也很急得 当然你很想帮蓝军 就很急得要再讲话 帮他把政策讲清楚 等等 这样子你们两个怎么分工呢 会不会越主代报 人家会说 糟糕 你看 就那个 这样子 当然你不会 没有所谓公高正主了 没有这种很封建的话了 又有代报情况 民进党就想这样分化 民进党已经这样在讲了 绿媒什么都这样讲 你刚刚讲的 我30年离开政坛了 我们83年 民国办法选市长 之后就没有再选择过了 94年 对 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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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于是 96年就开始做媒体了 对 差不多 所以 当然各有各的长处了 因为我做媒体 所以对 每天发生的事情 国内外大事 关心嘛 要评论 要讨论 那他对市政很清楚 必须的 对 他对市政 比我清楚 而且要做得不错 做得很好 所以他才能够大赢林家龙 44万票 而且 因为去年我辅选 帮一些市议员辅选 他都去了 他市长选候选 他跟那些里长的熟得不得了 每一个都能叫得出名字 亏靠 强化的亏靠 对 而且都知道说 你的竞争者是 或是你是一人竞选 没有人跟你竞争 你不能因为一人竞选 就不管我了 你要也要帮我拉票 他跟他们非常熟悉 对 所以 他才能拿那么多票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有他非常大的长处 对 就是说务实 而且市政政 真的做得很好 可是我就刚讲那问题 他这个方案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在某方面的议题方面 他现在必须要 当然还要等得用人了 其实总统就要等得用人了 当然当然 不是全部人自己搞 那怎么可能 现在你怎么分工呢 如果真的有人说你约逐代报了 或者说你这样不要抢风头了 等等等等 你怎么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不 那这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的宪法规定很清楚 对不对 副元首就是被位 副总统就是被位 你怎么样也不可能 现在选举也是分工 因为大家要为了选票 因为尤其之前 对不对 就是说民调一直拉不起来 那必须要把民调拉起来 因为民调拉起来 你不能老是第三 你一定要开始从第三变第二 是有效果 再往第一去迈进 赵贤然 赵贤然你是有效果的 有 我觉得是有了 大家士气 对不对 士气起来了 真的我到各地去 士气都蛮高 因为民心思变了 真的民心思变 像昨天台南 哇 那简直感动的 哎 你怎么想到两三万人 挤得水泄不通 我告诉你 我看你在台湾讲话 你说你是真的被感动到了 你很久没有 我说没上台 就动算动算了 对 为自己了 为自己没有了 帮别人有了 就是说我见过这么多大场面 我自己选市场 多大场面 十万二十万的集合 对不对 帮林郝选总统副总统 帮很多站台的 昨天是最热情的 你感觉 而且 还是很久你没有这样 穿梭人群 穿梭人群 也就是穿梭大家知道 昨天是几乎被挤死 我一面走一面 看了那个舞台很远 因为那个路很长 还没到 还没到 我想我走得到那里走不到 我都有点怀疑 因为 挤到那个尾案的要把人推开 把里面挤啊 握你的手 心情有激动吗 我心情没有 很久没用激动的感觉 他们很激动 但我很感动啊 我不是激动 我觉得说 你看那个每个握你的手 然后看你的眼睛 眼神都充满了期待 就是人心思变 觉得真的要换人换党 大家期待那种期待 因为我是在前面 然后嘉惠在后面 他跟我讲说 他看到很多握的时候 那年轻女生就跳高兴了 还有人哭啊 要眼泪 握到手就哭啊 昨天我有看一下那个直播了 昨天侯友宜 基本上他讲话的态度 亏卡尔瓦各方面就慢调思理 就慢慢的娓娓道来 他台语讲的又好听 你讲的也不错了 他应该多讲 我讲我是穿插 我本来是预备全程台语 对 但是后来 下面因为也有人听不懂台语 不是全部都是用台语的吗 还是有些 我一看那个样子 所以我是国台语夹杂 而且他因为 他做internet很多 甚至海外大陆都有人在看了 你如果全程用台语的时候 对他们也不公平 哎呀没关系 你复守吗 可是你看你看侯友宜 基本上 复守 这该怎么都可以 侯友宜真的那个 讲话的态度开始慢慢恢复了 信心回来 我觉得前面是不是因为 不管我今天在蓝白河的时候 各方面来讲的话 这么多大头在旁边等等 熟悉在旁边 或等等 你看他的那个 所谓的军越大战上面 那个笑容就是很死 那时候都很紧张 前面也很紧张 对 觉得他好像很多话都不讲 等等 我觉得他有点 委屈了 很委屈 压抑自己 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太高调 也怕刺激到 这个柯文哲这方面 等等 希望和嘛 而且柯文哲 其实蛮羞辱他的了 他是对外媒讲 当面 当着他面 你选不上 你不要出来选 我比你适合多了 你让我选 你选不上 你听到了吗 那个侯友有讲 私下有讲 他就说各种 就是看不起他嘛 柯文哲当然本 可能 他讲话的可能口气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基本上 国民党是不是 还不太希望 那么刺激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票 有些东西 年轻的票也需要争取 就算总统不合 还是希望能够合作 所以我昨天讲 你中央政府很多 联合政府 对不对 还是可以有联合政府 为什么不能有呢 你有好的人才 当然 立法院也可以合作 好 休息一下 回来再拷问赵少康 昨天真的蛮感动 对啊 我看出来你那个态度上 因为你很久很久 也没经历这种场面了 昨天特别 尤其台南 台南一般人是不敢来 参加这种活动 因为它那个环境 他们赶出来 而且赶在 昨天谢荣介根本没想到 会这么多人 谢荣介对 他们那边伴 所以那个 我看你们几个都还蛮 蛮感动的 谢荣介也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那个 喇叭拉得不够长 最后面是根本没有喇叭拉的 你看 没有想到这么多人 你昨天当天来回 现在都是 现在都是当天来回 体力了 体力 选战是体力 不是你说选战不是就是战斗吗 战斗就是一定要赢 所以这个体力各方面是很重要 另外就是你心情 你要把选举当成一件 有好玩的事 有好 好玩吗 你心情 你心情觉得好玩就好玩吧 你到处跟人家握手 讲话 不是蛮有趣吗 你不要哪有这个机会呢 认识老百姓 对啊对啊 也真的要出去看一看 也是这个民主的一个 洗礼一个过程 也真的要看看了 对 国民党为什么 在南部票比较少干嘛 真的要看一看了 台北人是不是天龙国 下去选 等等 要了解了 所以不必每天开会 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开会很浪费时间 我觉得真不必 而且将来我们可能 他在南部 我在北部跑 每天根本就是分开 最近因为刚开始合 所以有比较多 在一起的这个场合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主题 邵康走出战前市 参与这个总统副总统的 这个选举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不管是家人说 哎呀年纪大了 侯各方面好好做事情 然后还有就就就就就就头就洗下去了 啊 但绿媒也会批评你了 比如说 赵尔康啊 以前只要碰到 所有有这个新的概念 新的想法的时候 就会做一个新的组织 不管是新国民党连线 或者是新党 现在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怎么跟人家侯友宜怎么合作 等等等等啊 你这么强悍的人怎么办 赵尔康 是 你怎么办 我我很 侯友宜也是很强悍的人啊 侯友宜不强悍吗 侯友宜啊 我同学 哎真的 你家中同学啊 他原来什么样啊 他原来跟现在差不多 真的吗 他没有长高 高中也很难再长高了 对对 侯友宜差不多 后宜不太讲话 对那后来我们到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好 大家 没有说很亲密 到了台北 大家一起闯江湖 就一起做事情 我们嘉义这一帮人就非常非常的 有个嘉义帮 对对 你帮帮我 我帮帮你 不管在各方面来讲 那就很熟悉 我们已经有时候吃饭啊 等等 他话不多 但他就稳定下来之后 他说话是有魅力的 你听他如何抓这个什么 这个抓 什么各种犯 跟陈金行怎么谈判 这个以前这个 万宝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说你只要 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记住我 跟我谈哦 版权 我还富哦 你的故事之下很精彩 讲起来是有美 他有愧靠 他讲话有一套另外的方法 所以他对里长啊 对老百姓啊 他慢慢讲话的时候 他那个温柔 你有没有摸他的手 有我们常常摸手啊 在那握手啊 有啊 你们去体会一下 那个谁 侯友宜的手有多软 他手好软 他们说手软命好着 好福气着 你说侯友宜命好吗 其实 也很辛苦 他年轻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孩子 走的时候他有多伤心 对 火烧时候说他多伤心 当然了 然后你知道这个警戒 也不是很好混的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他们自己的 人事倾踏和各方面来讲 然后所以他 我觉得他面对政治这个事情 或者是一些名嘴 或者是一些侧异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比较 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最好 包括记者访问 他比较很谨慎 可他碰到里长 跟刮甘情那时 有同样 他有另外一个态度 我想这跟警察训练有关系 我想我说以后警察 警官学校 警察学校也应该训练一些 沟通的这个课程 你看每一个派出所 分局只要抓到犯人 什么他们去或者交通事故 每个分局长他都是这样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逃犯 我们怎样 就是对 讲话要非常非常非常谨慎 而且很很严肃 对 对但是有另外 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 他跟要兄弟要套套琴枝 那是另外一套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性 他们从某个角度看满会谈判的 对不对 跟歹徒 我说要谈啊 但是如果说在 你说他那天这个 军乐大戏的时候 在那个场面上面 他明知道不可以密室 密室谈判 没有这个道理 你真的 把这个场面给他的时候 那他真的就很难处理 对他也不能够 他真的不愿意密室谈判 很清楚这个道理 这是我体会了 我个人的体会了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想到 他有一天会当 这个新北市长 甚至要选总统 我没有想到他会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后友也是有潜力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不要想各位的选票 可是我是觉得他是有这个 我必须 我媒体 你现在不做媒体 我就做媒体要中立啊 你只是评论 又没有叫你 我是说他 我是说他有潜力 可是这个人 我看他 就是我跟他兄弟讲话 就是当兄弟 我会信任他 这个人我会信任他 我觉得他不敢跳 这个人不坚强 这点我可以 坐着直升机拍胸 你们家中 为什么出那么多警察呢 家中啊 家中就是这个 这是另外一番风雨 在哪天 在这个衣袖 我再跟你讲 这个家中以后 会有一个电视剧出来 上Netflix 一定很精彩 你编的吗 不是 我没有编 你不要你谁 谁访问谁 听听话 听话 我访问 好 谁访问谁 不要乱整 不要乱整 好 我们说到柯文泽 柯文泽毕竟现在年轻人 在支持他 那年轻人现在基本上都是 对蓝对绿来讲 是很决定性的票数 但是你赵少康去做副总统 你不见得拉到年轻人的票 尽量吧 当然不见得 那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 就是你个 一个是你个人 第二个就是 国民党现在怎么样 再去拉年轻人的票 现在在什么做什么 寻销我干嘛 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是应该怎么 这时候该怎么办 就让年轻人知道 不是说谁好是坏 震荡轮替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才让很多东西 不会corruption 对 不会腐败 年轻人想不想当兵吗 这最实际一个问题 这个 对不对 这很难讲 我年轻时候 我很想当兵 我所有好习惯 都是当兵学会的 像你这样的人真的很少 你这样放毛铃脚 我们那个是 我不知道了 但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样子 而且你是当兵就当了 但我不想 我认为 我认为战争是不 战争是可怕 现在当兵 有可能上战场 对 我的意思是战争是可怕 因为我们在眷村长大 我们听过老兵 当然 已经逃难过一次了 还要再逃难吗 往哪里逃呢 有人也不问我说 如果中共真打来 我说我不再逃了 我不再逃了 我不做这种事了 当然 我能够保护自己的家园 是重要的 一定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怎么年轻人的票 这个东西是 对年轻人票 就是 不能光靠这一点 政策还是很重要 这点蛮重要的 这当然很多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想不想打仗 你想不想到战场去送死 你问你年轻人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当然你要顾虑 年轻人现在 买不起房子 养不起孩子 甚至不敢结婚 这问题 要帮他解决 有其实有贫穷感 对 而且 而且 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觉得有特权 你们自己有特权 就赚那么多钱 那我怎么办 年轻人最在乎 就是公平正义 这个事情 可是科皮是有 在语言上 只好给他们 这样子 有点这样子的情况 有点 比较在乎 在公平正义 这方面 好 我们说一下 马上回来 他做到 他做到 他也提出一些 这种所谓世代 世代公平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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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见 他有没有做到 是一回事 大家有讲出来 他语言跟年轻人 比较接近 他提的这个 副总统候选人 就破不公一半了 你弄了个半天 提个这么 有钱的财阀 这是一个了 但是 我就说 另外 你说台北市长 你做了八年了 你做了什么事呢 对 我们现在只不想批评他了 但是你不是没有机会 那就非典型政治人物 年轻人 其实年轻人要就公平正义 要不然他没有机会 那都是些 你像 他开始讨厌民进党 或当初讨厌国民党 也是一样 都是老人政治 都占了位置 不管是 是不搞政治的 就觉得没有机会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长大没有机会 我也会满肚子愤怒 满肚子愤怒 我一定会跟那个 比较看起来 比较 比较没有政治包袱的人 走啊 会这样子啊 我常 就像我们在电视圈一样 或影视圈一样 我们提拔年轻人 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是年轻人 他到了一个阶段 他也会离开你 对不对 因为你以前 对他很严格 可是感情还在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我什么都问 你问了 没有问题 因为柯P用了不少 年轻美媒做发言人 对吸引年轻票也有帮助 他敢用了 因为他没有包袱 他想用什么人 就什么用人 当然这是他的好处了 但是你就会给年轻人 看到一些迹象 他有没有做到 他那种所谓的 世代公平的那种 那种政策 可能没有做到 但是他至少感觉是如此 年轻人也不会 那么关心这种事 他就说年轻人 不能speak to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就感觉 他就靠感觉 还有就是说 因为他们对民党失望 又不喜欢国民党 那你就是他 对啊 他就不喜欢国民党失望 他就不喜欢国民党失望 和国民党失望 他就在新年轻人 他就会被迹象 说明我 因为他就会被迹象 他就会被迹象 所以我会让人生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勤架中广的董事长 爱怎么问就怎么问吧 对爱怎么问怎么问 刚讲说蓝绿现在都要争取年轻选票 因为会变成很重要的 百分之二十这样子的状况 连这个赖清德的竞选总部主委 姚立民先任 姚立民今天哑的嗓子也在讲 我们要争取年轻人选票 我们略要争取年轻人选票 我就跟你讲民进党很难争取 国民党也不容易啊 现在民进党嘛 原来年轻人是支持民进党 某段时间对 对他用了很多年轻人嘛 但是问题是他已经看了 你执政了八年 你到底给年轻人做了什么事呢 对房价越贵 贫富越越悬殊 也看不到什么这个公平正义 对不对 只有你们那些跟着民进党 就是说搞运动的少 极少部分人 像林非凡这些人能够吃香喝辣 其他人都没有机会 其实基本上年轻人 我们有在影区圈 真的我就带年轻人 你会发现年轻人最重要就是公平正义 你像我们带年轻人 我也带着很多艺人年轻人 他发觉如果他一直出不了头 他就真的不会跟你 当然嘛 对对 但你也不是说每个那个 但你总是要给他一些人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我讲嘛 你民进党把人家兵役 从四个月延到一年 你什么意思嘛 国防预算从三千亿变六千亿 你什么意思嘛 就是准备打仗嘛 而且现在的战争 基本上就跟你看一部电影 那个开赛车的 然后日本的那个开赛车的呢 会去找那玩电玩的人 去训练他们变比赛 整个战争的模式 跟整个都不太一样 对你说是怎么样状况 我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 对方法可能不太 而且你真的打起来 蛮惨烈的 你看乌克 你看那个加萨走廊都是嘛 不你台湾好好的 如果老共没事打我们 那当然大家要抵抗 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成为方式 假如没事你去捅人家 没事捅人家 那你何必呢 话这样讲 但是今天就好像很多人讲 人家你现在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那绿的一定会攻你 说你的审级啊 问题等等啊 还有这个 你会不会有亲中卖台的情况啊 等等等等啊 一定会走这条路线 说战争和平这东西是假议题 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嘛 就是这样 他只会这一招 几十年就这样 你有一点长进吧 对不对 弄了半天只有我们亲中卖台 对不对 那我什么时候地方亲中 我从来没有亲中国 嗯 你知道我在基隆出生 跟你一样的台湾出生 然后呢 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受教育 到美国又回来 在台湾工作等等 基本上你不爱台湾 你爱谁啊 不这是一个两个族群 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些台湾族群会说 你们不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来的吗 为什么现在还是对中国这么感情的 那这边老外神就会说 你们不是日本曾经承认过吗 那你们为什么对日本还那么多感情 炒不完了 其实那是历史上有很多很多 各族群有各族群的故事跟想法 其实我就说 我们做戏 为什么要做什么戏呢 就是希望族群之间互相能够了解很多 很多问题 不是一句话可以这样解释的 另外就是说 比如他虽然被共产党 打到台湾了 赶到台湾 或者讨论到台湾 可能他的上一代 他对他的故乡是有感情的 他不是对共产党有感情 你把他搞清楚 对他那个故乡 对不对 什么人不亲土亲 他对他那个故乡有感情 那你说连这个都没有 那还是个人吗 现在我觉得就不是人了 好 所以年轻人选票 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去培养 对不对 那国民党也晚了 民党也让他们失望了 现在当然是在柯文泽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柯文泽也讲了说 可能蓝白不能够合作的和 但是可以和平处理的和 所以有机会 对柯文泽 虽然有很多蓝的很弃柯文泽 对不对 就是说他可能讲到很直白 甚至对侯友仪 或对这些蓝的这些 所谓这些总统 这些或旁边那些工作人员 好像看起来很骄傲的感觉 有人很不喜欢柯文泽的那个态度 可能那有些人觉得 可能就无所谓 因为有机会 还是能够 怎么样一个状态 当然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们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当然 有机会的话 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和平 对啊 对啊 和平将主 我刚不讲吗 合作都有很多机会 你比如中央政府 柯文泽不是要联合政府吗 国民党执政以后 也可以用很多民众党的人 对 只要能够用都可以用 因为立法院还是要合作 民众党会选出 这个多几席的立委 那你就还是要合作 所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 不是只有那个总统副总统 你基本上有没有跟柯文泽 这样私底下访问的时候 访问过他 我访问过他 访问他 我知道你访问他 那私底下 没有什么特别交情了 但访问过他 那如果你要跟他谈 如果你要跟他谈 南拜以后 不管在任何情况可以合作 你会什么样态度 你会怎么分析这些事情给他听 不就说 你不是 你不是自己主张联合政府吗 那假如说我们有机会 对不对 一起合作 那为什么不能主张呢 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他一直讲要推内阁制 这我 我十几二十年来 一直是主张内阁制的 对 我好像看过您的方法 对 我一直主张内阁 这也可以合作 将来大家一起来推动县改 来推动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对团人比较好 不要像总统只搞的 这个为了一个总统 为了搞的天翻地覆 这个对不对 所以呢 像很多政治的理念也可以合作 都没问题 我们很多人也是搞不清楚 蓝白和条件也都谈到了一个阶段了 基本上也可以在真的开始在组内阁的时候 等等等等 也可以让他们这个所谓的白的有一些发挥的空间 科文哲也也可以达到很多制衡的效果等等等等 为什么失败了 对 为什么 这个很多人搞不清楚 在当那天的军乐大戏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那种场合之下 我觉得这都是命嘛 旁边有人讲话 然后谁一带那种情况下可以用谈判呢 没有人可以公开谈判 自古以来都这样子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 这是命啊 就是说理性来讲 时间应该是合的了 对不对 就像刚刚你讲的 你怎么样对民众来讲 你是增加一些这个 未有行政资源的机会嘛 对 但是就是没谈 大局嘛 我想科文哲也知道啊 但是就是谈不成 谈不成 因为我觉得就科文哲 还是认为他应该当政的 嗯 他认为他该当政的 他认为何伟宇当政的 不会赢 但是 有时候不是这样嘛 嗯 你比如昨天在台南那个场合 就看得出来政党实力还是重要的 嗯 嗯 你比如周六周日就看到科文哲都都没有出去嘛 为什么 他选立委的人太少了 嗯 嗯 当你选立委太少 你就没有舞台可以搭嘛 嗯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还是有他的 他科文哲自己也讲啊 他这个什么二十的骆驼比马大 他自己都知道嘛 因为政治基本上就比数字嘛 对不对 嗯 对 虽然有人性在里面 那基本上还是比数字 比很多实在的一些 必须要务实了 对 不务实的话 你没办法带一个整个的部队 嗯 变成一人将军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做公司 你也不可能一个人这样 情况之下 对 我家他都了解 对 真的碰到一个节骨眼的时候 他那个 过不去 对 过不去 我觉得过不去 对 这医生 医生很少听别人 你说我 医生说你感冒了 你说我没有感冒 你帮他看看别的 看我不是感冒的方式 不可能 他不可能接受你意见 有些医生的个性 别人都听他的了 旁边那个护理师 什么也听他的 对 都能听他的 94年 你选市场的时候 有三咖度的 这个所谓的状况 等一下可谈谈看 这次 如果你回忆以前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谢谢 谢谢 所以你没有什么运动 有 深蹲 瑜伽 重训 重训 一礼拜几次 一次 太少了 一次真的不够 他就两次了 最有用 就是重训 时间 那问题是 应该是一回事 对没说 有的时候游泳啊 游泳 游得比较麻烦 对啊对啊 游泳还不错啦 至少你这个有氧 你们家附近有游泳池 有 我基本上是 不再用吃游泳的 海里啊 我那种小时候就爱湖里面游 我家有 家有一个蓝潭 所以我潜水啊 我就游泳是个蛮无聊的 很无聊 机械式运动 我就个性 我个性没办法 我个性一定要 挑战 玩 我这个玩心态 我就工作或运动 你重训也是吗 很无聊啊 那个什么 那个 Henry 我那个教练很好玩啊 这样子啊 对 那台湾小孩子 他就教我台语 教我各种 他家义人 家义小朋友 教我各种 快靠啊 好玩 有很多 台湾用南部用的米南语 很好玩 那 一边做 小朋友 年轻人 听听他们讲法 你看他谈谈NBA 谈谈棒球 谈谈他们对 我们这个圈子 或者政治圈看法 很有意思 跟年轻人聊天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聊天 好 大家好 我是王永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赵浩康 我是赵浩康 对 不是我访问 王永忠 现在角色有点变化了 不习惯 中广的董事长也请假了 然后呢 烧康走出了 这个战情室 也不在战情室 要请死主持了 不过今天我看 这个赖清德呢 有讲说 人家说 好像你们绿的 要开始准备 好好打赵浩康 因为赵浩康的审级问题呀 或者是长久以来 就有看这样子 好像比较亲中 有这种亲中的气氛 等等等等 这个人家 这个赖清德的 就不把你当对手 说我们不会对这个 副手啊 怎么样 那个什么的 对 不太会 意思说不太会 是中不太重点 但是关于你这个 所谓NCC这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 正美两期 这样子的问题 他可能就要去问 这个所谓的侯友宜 是这样子 对 他问侯友宜干嘛 都问NCC嘛 NCC不是他们管的吗 他们家的吗 对不对 一切都有法律啊 广电法这个地方 广电法规定 你是担任党职或公职 你讲清楚 你讲清楚 党职公职 对你不做中央董事长 管不到我 我很爽啊 讲清楚 讲清楚 就是广你要依法行政嘛 法律怎么规定 我们怎么做 对 而且我已经超越法律了 法律还没有规定 我要请教 法律上 关于你这样的身份 要去当副总统的候选人 讲清楚 他怎么样规定 他什么规定也没有啊 对候选人没有任何规定 他说政党 党政军不得 不得干涉 或是不得介入电台的经营 党政军没有介入 这个电台的经营啊 那但是你 如果你是担任党职或公职 你就不能担任 电台的什么董事啊 这合理啊 这合理嘛 对 但是我现在不是啊 我是候选人啊 对不对 是候选人 所以身份并没 我并不是个党职或公职人员嘛 所以我请教已经 我觉得已经超越法律规定了 你民进党还是要遵守法律 你要依法行政 你不能不依法行政嘛 那你问侯宜干什么呢 你去问 问这个NCC嘛 另外 你赖金子怎么好意思 问这个问题呢 你民进党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好不好意思 什么好意思 你民进党自己NCC怎么敢 中天说干掉就干掉 对不对 有些什么什么 华士一到52台 就一到52台 进电视给执照 就给执照了 你真的好意思 对不对 然后你政府那些大笔的预算 就给民事啊 给三立啊 给这些亲密的电视台 你说问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你说搞我干什么东西呢 我根本离你 你搞你 差远了 搞你是 你是国民党的 我知道了 但是副总统候选人 不搞你 不搞谁啊 而且那些才叫做正媒串通了 对不对 正媒串通 正媒勾串 对不对 我依法 可是有法 为什么可以正媒勾串呢 大哥 赵尔康前任 那就是他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赖清德要问啊 对不对 你要求赖清德去问这个东西 问NCC嘛 交换吧 赖清德呢 希望你这个正媒 是不是跨界的问题 他要不问你 他要去问这个 侯友宜 那侯友宜可以问他 说你可以去 侯友宜问他了 那天侯友也访问了 民进党干了多少 那个狗壁倒灶的事情 他就要问赖清德 NCC干了狗壁倒灶的事情 你不去问那个 你搞这个干嘛 而且 交换嘛 交换嘛 不是交换 就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没有违法 对 你没有违法 你能讲什么 NCC敢说我违法吗 NCC要现在这么多天 NCC又说我违法吗 不 选民就 选民就要这样看 就是你们 好他 他只问你 那你就只问他 叫很清楚 没错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赖清德说 他不要跟什么我副手 赖清德 你们在辩论台上 你碰不到 赖清德真的怕我 所以才这么在介意 那么 而且他 他就是怕嘛 否则你干嘛那么介意呢 他怕你哪一点 他怕哪一点 他怕我 这个何康 侯康佩 声势起来 你说他不怕侯友宜 侯康佩 这个佩 他怕 所以配在一起 我跟侯友宜 真的是 我讲说侯康佩是绝佩 天作之和 绝佩 真的吗 你刚说 什么外省本省 外省本省合在一起 不是很好吗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那不过你从小就 你不是说民进党 闹这个吗 我说我们从小就面对 这个问题 我懂啊 那我就 烦不烦呢 老狗玩不出心把 他只能玩这个嘛 那玩这个又怎样呢 对不对 那不管省级了 省级我觉得我不想 还有你们两个 而且年轻人 不在乎这东西了 对 已经不在乎 年轻人我就说 他就要公平正义 对 他就是 他当初不喜欢国民党 后现在觉得 民党有些东西 做为他 也开始讨厌 民进党越 他没有希望 他就不干 民进党越朝省机 年轻人票越跑掉 你搞什么东西 死骨不化 那你觉得你 和侯爷还有什么地方 是天作之和 除了这个 刚才我们不谈 他不是讲吗 侯爷自己讲啊 说到时候 他顾中南部 他顾南部 我顾北部嘛 这是地理上的 这个 顾票嘛 其实你知道 这次选举 如果北部 我们能够大赢 或是赢 南部 能够小苏 中部 卢旭院这边 能够顾手 就赢了 有人说你当初说 要把民众党压得到 二百分之二十之下 太刺激可温泽了 现在不要去做 不要做这种事情 记者问 说你怎么能赢嘛 所以你现在没有和 你怎么赢嘛 没有和怎么赢呢 对不对 那民进党大概就是 三十五趴嘛 最多四十趴嘛 那这边就六十到六十五趴嘛 那是算数啊 那怎么赢 你就要赢民进党 才能赢啊 对不对 如果民进党四十趴 你得四十五趴 那你这边六十 六十趴 对不对 就是说民进党四十趴 你这边六十趴 六十趴要怎么赢呢 你要四十一趴才能赢嘛 那你四十一趴 六十减四十一 不就剩下十九了嘛 所以民进党就是十九嘛 你没有赢 你就不会赢嘛 我不是说 他一定会到二十趴 而是说 你想赢 你只有这样才能赢嘛 我讲一个数学 那个事实 这没有任何感情 就是这样子嘛 你否则就赢不了嘛 你刚刚问说 九十四年 就是这样子嘛 民进党的策略 包括邱宜仁 那个谢长东讲 我们扬谋 1994年 94 就把你跟黄大洲 两个候选打拼 我们就赢了 你们不拼 我们就输了 所以你回忆当年1994年 你会输 其实如果现在回忆起来 再回忆那个事情 你去心里就觉得说 学到了一些 我们跟 我跟黄大洲 加起来比陈水平 多十几万票嘛 对 但你一分就输了嘛 那你就说 比较难听的意思说 在选举里面 我没有击垮黄大洲 所以他还有三十万票嘛 了解 所以你就赢不了 这是数学啊 这个跟那个 没有什么 侮辱谁 不侮辱谁 生不生气 就是这样嘛 你现在问柯文哲说 他要怎么赢 赢我 赢侯友仪 他那个叫什么配啊 柯 柯什么配 怎么赢侯康配 他一定也跟你讲啊 对不对 如果侯康配低于20% 他就有机会赢了 柯银配 柯银配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跟你聊下去 理工男人就开始学了一大堆数字问题 也是当年1994年给你一些体会 对不对 当然了 马上回来 我们 我们 你们理工男人 你们算数字 我是哲学 我选哲学 就是要 就是要诚心诚意的 好好去做这件事情 就像你刚才讲的 要有那个 要有那个passion 热情 我做什么都要热情 我等一下就问你这个 把数字先拿到一边 每个人分析数字都不一样 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你们理工男或理工女 passion怎么来 怎么对老百姓有服务热忱 好 最后一段就这个 好 你的热情 或有一个热忱 怎么激起来 感动选民 对 感动年轻人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不要感翘 感翘不流行了 所以太 多过一天 他现在新 现在媒体这么多 多过一天 大家看重复的东西 看太多了 没有诚意 赢不了天下 赢不了 连自己都赢不了 看重复的东西 我是林桑 我是张网 王清明 我是林清明 12月1号到25号 锁定中网流行 网和Iray有线商品 他们一起支持中网 拥抱希望藏出爱 空中意外活动 把爱团地给同学 之后 帮助入室儿童 不再爱恶 脱离困境 勇敢情境 我就让人请 谢大叔看的演员吃饭 高雄演的 后来高雄还不错 很好 很可惜 损失多少 没关系 我扛得住了 舞台剧就是如此 它的风险很多 随时会有状况 对 可是它精彩 就在你面前看 我觉得现在AI时代 或影视这么多情况之下 舞台剧好看就在说 你看这人真正 真正他的感情在哪里 就我讲的 诚意还是最重要 最后一段准备回来咯 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访问的走出战情市的赵尔康 周二康是理工男 以前学是农业工程 对 大学农业工程 研究所机械工程 本来想学其他的土木工程等等 后来走在路上 看到什么一个农民 在田地里面 就是我们农业工程 细分两个组 一个叫水利组 一个叫机械组 了解 水利组 比如说什么什么水库 以前几乎这些 最大的头都是我们学长 对 那治水嘛防洪 我原来是水利组了 后来暑假回台 回台中坐火车嘛 就看到桃园啊 薪水很农民在田里面耕田 看到那个 对我本来已经转要转土木系了 水利土木是一家 要赚钱嘛 不是不是 就土木水利其实一家 就已经递的那个转系单了 我成绩很够嘛 对 但是一看到农民 我心里就觉得 应该帮他们做一点事情 所以回来以后 我就叫土木系 跟西准说抱歉 把转系单收回来 转机械组 所以你是 转机械组去了 有时候这金牛座人 还会touch一下自己嘛 对 然后到美国你学的是什么 机械工程 后来做的研究是 那个污染控制了 回到台湾之后 又在外商公司做事 是 突然发觉自己有那个 想为社会做点事 因为待遇很高 但是呢 一年有半年都不在台湾 对 因为我下面 我现在管的区域有南韩 台湾 香港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一年都有半年在外面跑 看不同的工厂啊 不同的这个矿场啊 那绝对我自己在台大 我那时候是碧联会主席啊 对 还想为台湾 为国家做点事情 你当初是唯一请的一个部长 去演讲的吗 孙云璇 听到我记得清楚了 孙云璇去演讲 因为那是我们 碧联会的时候 出了联合国嘛 对 我请孙云璇 就你要告诉我们 经济该怎么办 所以外商公司薪水也不错 但是决定后来 还是要去做民意代表 对 就选议员了 台北市议员 然后慢慢就进了 就进了 就进到这个 后来又经过很多政坛 到1996年又回来做媒体 所以我就刚才讲的 你还是个理工男 选举你还刚讲说 20% 怎么能我们赢到多少 讲了一大堆数字 我们呢 是学文学的 是 对 学文组的 感性 对 就是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讲说 会有一个人 我从高中认识 我至少 我感觉 我看了这么多艺人 带这么多新人 看了这么多表演 然后我觉得这人不敢跳了 我也不是说别人敢不敢跳 我只说他 他不敢跳 你知道我们在演出之前 我会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 我要跟他们讲 说你们要上台表演 你们不是表演 你要诚心诚意 你一点假先 别人就感觉出来 所以如果你感动不了别人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动你自己 别人干嘛要受你感动 所以记住好了 赵二刚 所以我跟你讲 你算大堆数字 我觉得对选民的诚意最重要 当然当然 台湾就这么大 大家如何团结 如何怎么样 让整个大 老百姓过好日子 温暖 是晚上可以睡着觉的感觉 那就是你们这些人的责任 你反正你进政台 你又不是我懂 谁能够要你晚上睡着着 不要担心战争 不要担心贫富不均 不要担心社会没有公益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一组 不 其实伟中兄 其实这样我告诉你 现任者是有优势 现任者是有优势的 执政党有执政优势 还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所以四年八年都可以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说 英文有句话了 说你不是跟你的对手竞争 是跟你自己的记录竞争 就你自己如果做得好 谁也赶你不下来 真的是这样子 你做得好就继续做嘛 民主是这样 做得好就做不好就换人换党做嘛 不就这样子吗 所以如果你 比如我们现在讲民进党 他如果真的做得好 我也认为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生活 比八年以前好 比四年以前好 支持民进党继续做嘛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日子 没有以前过得好 是你觉得你的子孙 现在日子不会有 不是 没有 你就换人嘛 如果没有什么进步的话 就是你在整个亚洲来比 本来输日本 后来又发输韩国 后来输新加坡 然后 后来大陆也赶上来 某方面 然后现在要跟泰国比 或者怎么样 像我们这几代 这样看出来是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 日子是要有进步 很多事情真的要有进步 人也是一样 对一方面进 不进则退了 血润如逆水行 不进则退 进的慢也是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带给老百姓期望吗 他觉得未来日子会比 年轻人一样 一样 所以你做得不好 那就换人做 不是这么简单吗 所以不是说 我们多厉害 或者就是应该我们执政 不是的 而是说 你现在政府满不满意吗 满意就我真的 满意 Please继续做 不满意 对不起 请下来 对不对 换我 我做的 大家不满意 对不起 你请我下来 换别人做 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就是这样子吗 也只能靠选票 都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不要感动别人 为什么别人认为 你可以做得比他好 你要讲 要说服 出一台道理啊 对不对 一方面是你的人 一方面你的证件 另外你的记录 你以前 你有没有能力吗 对不对 我当议员的时候 是台北市第一名的议员 我当立委的时候 立委两三百个立委 是评件第一名的立委 我做环保首长的时候 我是部会首长 评件第一名的部会首长 你记录放那个地方 了解 对不对 我做媒体的时候 是收视率第一的 收听率第一的媒体 侯宇做新北市市长的 后来得票率也更高 44万 对对对 所以你们合作 要讲讲自己 要讲讲别人 对 我不愿意去讲 因为不要去得罪科粉了 但是实际上柯文哲选台北市长连任 几乎落选了 他是已经丁手中三千票 而且是一面开票 一面投票 所以很多人本来要投民进党 发觉那个姚文智没机会 才转给柯文哲的 他是勉强连任台北市长 投资是连大赢44万票连任的 这天壤之别 可是基本上你们还是有共同点 就是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当然 关于这一点 为大举招想 你们再去想吧 反正就是诚意拿出来 当然当然 我们感动选民了 对 嗯 就像我们干这行 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子 而且我们要带新人 让新人能够让很多新人能出头 是 那我们干这行只好我做到 对吧 我也想到自己有什么批用 没有用 黄独立 赵先生 赵武汉先生 伟忠兄 你怎么栽培新人 你讲吧 栽培新人啊 栽培新人就要敢 敢帮他们扛 真的要 当然你要慧眼是英雄了 我就不提罢你 我就提罢新人 就是这样 有道理 好 谢谢赵兄 好 谢谢伟忠兄 好 谢谢 谢谢 好好好